手肘肿案例 2018年12月1号 曾先生按推太太上背部 学习原始点手法 在按推结束后 先生就去拉单杠运动 约隔半个小时 感觉左手肘有异物感 发现左手肘肿起来 且肿得发亮 虽然肿得如鸡蛋大 但不会痛 触摸起来柔软 之后就进到诊所就医 被告知此为病变 可能需要开刀切除 因为一直有在学习原始点 后来转寻求推广点协助 志工初步判断为体伤 因为患处肿起来的状 位在肘部原始点 属于本处体伤 因此建议温敷手肘肿起来的地方 并试着找肩部原始点 以轻缓患者可接受的力道 由轻入重按推 并从左肩上臂到左手肘处 进行大面积的温敷 曾先生回家后 每日早晚再以姜粉搅和热开水 涂抹手肘患处及整个肩部 再温敷 晚上睡电热毯 运动方面先暂停拉单杆 让手肘换处休息 改以轻缓的手臂转体动作 让手肘换处休息 饮食上完全寄水果 睡眠维持正常 在逐里一个月后 左手肘完全消肿 恢复如初 2018年12月1日 2019年1月初 2019年1月10日